歌仔戏是最富有地方色彩的台湾民间戏剧 而歌仔戏的灵魂人物有三位 他们都为歌仔戏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嘻嘻力 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三位歌仔戏巨星的昨日、今日和明日 一、许秀年 许秀年是台式歌仔戏团的当家画蛋 荧幕上的他胡似从唐朝侍女画中走出来的古典美人 端庄名利,雍容华贵 此前,许秀年在高速公路上因车祸受伤 不得不暂别荧幕,祝愿疗养 养伤期间,观众未问的信件如雪片般涌向电视台 亲父医院探望他的人也络绎不绝 其中还有很多是从中南部专程赶过来的 可见许秀年受欢迎的程度 许秀年现已出院,正逐渐康复 他唯唯谈起参加歌仔戏演出经过时 看起来神采奕奕奕 许秀年自小生活贫困 加上随着戏班奔波老累 健康状况一直不好 可是当他演戏时,却可以忘掉一切病痛 全心投入 登演完后再开始生病 有一回,台式歌仔戏团应邀参加巡回演出唐波胡点秋香 他饰演秋香 到高雄演出途中,他感觉身体很不舒服 但为了不破坏演出行程 仍勉强支撑 谁知就在细尽尾声 唐波胡点到秋香时 他应声倒地,昏迷在台上 事后,许秋年对自己这次在演出中生病的例外 一直耿耿于怀 他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从此较为注意身体的保养 如今,67岁的许秀年近况曝光 网友纷纷称赞他,风韵游存 此外,他还获得了传译金曲奖 戏剧表演特别奖 提起许秀年 喜欢歌剧的人都十分熟悉 他三岁登台 以苦而流浪记,红透般变天 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 先后与杨丽花、黄湘连等电视歌载戏演员合作 获得永远的娘子封号 身为专业歌载戏演员 他从内台戏基础开始打起 然而陆续于电影电视剧中演出 90年代起更跨足剧场公演 艺术成就非凡 可以说这一生他都最心于艺术 没有懈怠过 第29届传译金曲奖 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得主 许秀年说 如果他没有结婚 他就等于是嫁给了歌仔戏 许秀年表示 对一个在舞台上工作一辈子的人来说 得不得奖这件事 其实没有太多心思 我也不曾对选择演出歌仔戏感到后悔过 许秀年说 每一个角色对于他来说 都是新的挑战 比较有压力的角色就是演到佛祖或是神明的歌仔戏时 我会担心没有把慈悲心演出来 他也常在网剧时跟戏米分享 其实歌仔戏里面有很多做人的道理 奸臣坏人最后一定该死 好人一定会有好的结局 这无形中给这个社会潜移默化的 道出了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我说 看歌仔戏的人不会变坏 许秀年的老公资深艺人黄龙 在2011年1月22日因肝癌逝世 许秀年说 黄龙住院20多天走得很突然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 农历过年前与丈夫天人永隔 让他至今还不能相信枕边人已经离世 这一生 许秀年认为和歌仔戏结缘很有福气 问他此生的遗憾和不足 许秀年表示 唯有先生的离世 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虽然许秀年强调自己已放下 但一旦谈起老公 仍哽咽地说不出话 他表示 黄龙从不抱怨身体病痛 病中原有机会换肝 但想到三四百万的医药费 最后决定把钱留给妻儿 许秀年说 他最后一句话 就是交代女儿要好好地照顾我 先生的好 许秀年永远铭记在心中 许秀年坚毅地挺过 丧夫的心痛和耳机的病痛 再次勇敢走出来 将歌仔戏唱进剧场 许秀年表示 唱歌仔戏是没有退休的日子 只要观众喜欢 而自己精神体力可支持 他会一直唱 持续展现他歌仔戏 永远的夫人的美丽扮相 身段和甜美唱腔 二 叶青 叶青被公认为 是当今歌仔戏谈 最具阳刚气的小声之一 不论是半叱咤风云的楚霸王 微风凛然的观云长 冷峻飘逸的剑客 还是温文如雅的书生 叶青总能将那般男儿气概 掌握得恰到好处 叶青生长在一个 扬胜阴衰的家庭 他从小和众兄弟玩在一起 爬树打蛋弓 抓蟋蟀 无所不惊 这使得他的性格 行为和举止 都颇带男儿气 他阿姨家开戏班 因此他常去看戏 对剧中鲜活生动的风流人物 颇为眼线 十分向往表演 上校悬时 叶青看到老师高丽在讲台上 授业解惑 神气十足 在崇拜之余 决定日后也要当老师 可是上了初中后 他不爱念书 中途辍学 老师梦也就破灭了 这期间 他曾到国术馆学大拳 原只想锻炼身体 没料到日后有助于 他的演艺事业 离开学校后 叶青自然地进入社会 刚开始时 叶青尝试过许多行业 如当店员 服务员等 但他觉得 那些都不是他心中想要的 他渴望当一个发光体 引人注目 获得掌声和重视 他喜欢台上的生活 无论讲台或是舞台 都能满足他的表现欲 教书既已无望 他热切期盼 能往舞台发展 夜性工作时 严肃认真 十分专注 自我要求极高 做起事来 步骤分明 极有条理 给人一种干练果断的感觉 除了演戏外 他还投资经营旅行社和餐厅 自己也参与处理业务 营运状况颇佳 但由于他寸红得快 事业有一帆风顺 加上大而化之 不拘小节的作风 往往得罪人由不自知 有段时间 甚至遭到同行的排挤 而没有演出的机会 这种被冷冻的打击 曾使他又惊又愤 甚至想退出演艺圈 但接而易想 歌赛戏是我的兴趣和专长 只有从演戏中 我才能得到全然的发挥和满足 我不能就此轻易放弃 为了重新开创演艺事业 叶青离开台式 转往华氏发展 从组团筹划演出 到节目制作 他都全权负责 这时 叶青也展现出了 他在制作方面的才华 他招训新人 自组班底 邀请旧日好友前来助阵 也请到歌仔戏名编剧 狄山为他写剧本 萧香叶宇 霸桥烟柳等戏推出后 都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 他的才艺及领导能力 均获得肯定 叶青至今由戴子归中 他谈成婚礼已过 由于以前将全部行李 划在演戏上 而耽误了终身大事 问他可曾后悔 他说 有了演戏为寄托 我觉得很踏实 很快乐 根本无暇考虑其他 我相信缘分到的时候 我就会走上红毯 但目前最重要的事 除了演戏 还是演戏 叶青现已淡出演艺圈多年 最近却和任是三十几年 同住多年的女闺蜜 对捕公堂 因发生财务纠纷而互告 叶青指控对方霸占房子 反被闺蜜空欠六百万不还 双方各执一词 一时间僵持不下 据媒体报道 叶青和小他二十岁的 女性女粉丝 因缘际会成为密友 对方常到叶青家过夜 也替叶青处理生活大小事 例如自逃腰包 付电话费水费等支出 两人的感情很好 后来对方直接到叶青家常住 甚至帮忙支付房屋贷款 不过叶青指 自己曾在2016年就请对方搬走 但遭到拒绝 2018年双方又爆发争吵 惊动警方 他再次要求对方搬出去 对方仍不肯 于是在去年11月 叶青对其提告 除了要他搬家之外 还要他支付35个月的房租 每个月租金4万多 共143万余元 对方则反控叶青与其女儿 欠他余600万元 因为自己曾长期替叶青支付房屋贷款 每个月金额高达10余万元 加上一些生活杂志 加总超过600万 债务相抵后 叶青母女应偿还超过400万元 利息另几 有知情人士指称 这位女性女粉丝目前已经搬走 3.李如林 女性李如林 曾经是万人空巷的歌仔戏天王 也被誉为杨丽花的接班人 她经历过歌仔戏最辉煌的时代 戏迷送黄金、钻戒 还有人订200万豪华跑车 近年来 她则是过着半退休的生活 没想到 她日前惊喜客串台剧 妈别闹了 掀起一波回忆沙 外界讨论起她的近况 虽然李如林渐渐减少了现身荧幕的情况 但其实还是有经营社交媒体 像是7月20日庆祝65岁生日时 粉丝团从前几天就开始陆续放出粉丝剪辑的过往演出片段 此外 李如林也会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近照 3月时曝光自己宅在家的模样 只见她穿着平口上衣 穿开叉长裙 绣出好身材 今年4月 接演舞台剧《魔法阿妈》时 她也开心分享花絮照 谢母照 可见她就算65岁了 外表仍保养得非常好 李如林的亲生父母极其不负责任 爸爸好赌 于是在李如林很小的时候 就将其送给戏班的养母 然而养母也好赌 而且只当李如林是赚钱的机器 3岁就让她登台 17岁的李如林在《众德的追求者》中选了一位 但她的这段婚姻十分痛苦 受婆婆和丈夫的轮番折磨 后来 李如林因为拍戏 皆是摄影师男友 交往26年却始终胃不入礼堂 我从小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我就是很在乎那张纸 有那张纸 我才有安全感 最终她心痛地提出了分手 尽管亲情爱情都欠缺 如今李如林仍渴望有一个家 期待有个老伴能陪她度过余生 从他们的成功与受社会大众欢迎的情形来看 证明在一个进步开放的社会中 职业无分贵贱 行行出状元的观念 已替代了传统的价值取向 任何人只要坚守岗位 全力以赴 发挥所长 并能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 终有成功的一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